现在这个社会,有一种病很是流行,你们知道说的是那种疾病吗?没错,就是痔疮,为什么说它很流行呢?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太常见了,而且发病率在各个年龄段都是很高的, 患上这种病就是因为人们的生活习惯造成的,比如说一些老年人还有孕妈妈,以及是在办公室里面天天工作的复案人员,因为经常的不运动以及饮食上太挑剔偏食,很容易患上痔疮,那么患上痔疮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? 一,如果是内痔的话,患者肛门内很可能会出现致核,而且这种致体会随着时间或者是病情逐渐的增大,排便的时候会随时拖出肛门外,而且拖出的时候还会带有很多的分泌物, 这些分泌物会损害到肛门周围的皮肤,造成肝门臊痒或者是肛门食疹,而如果平时有便秘现象的症状的话,排便还会出现排不出困难等症状,就是因为这样在上厕所的时候太过用力,就会导致排便出血。 三,上面我们已经提到了,肛门出现分泌物会造成感染,从而出现臊痒的现象,人们总会忍不住的去抓去挠,最后一不小心,挠烂了痴疮就会感染,严重的甚至可以影响到走路,一走路就会感觉剧痛无比,患上痴疮该如何治疗呢?如何缓解病症呢? 一,食疗方法,糯米猪肠,准备好绿豆还有糯米和猪大肠,适量就可以,先把绿豆和糯米用水泡好,然后用这两种食材煮成粥,煮好以后放到一边,然后把备好的猪大肠洗干净,把煮好的粥灌入,准大肠的两端用粘绳扎紧就可以了,最后放到锅里面蒸煮,二麻子菜鸡蛋汤,麻子菜现在在农村里很是常见, 可以说是遍地都是,但是就是这么不起眼的野菜治疗痴疮可是很有效的,鸡蛋和麻子菜结合起来,做成汤更是有效,方法就是需要四个鸡蛋,然后把麻子菜切好用清水煮,最后把鸡蛋放进去煮,十分钟左右,差不多就可以了,每天早晚喝一碗,治疗痴疮,痴疮的日常护理与方法, 一,患者在排便结束,以后把肛门擦干净,最好是清洗一下,保持肛门周围干净,二有变异的时候不能憋着,不管你在干什么都要立刻排便,三,可以进行温水足语,促进肛周血液循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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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